你以为有钱就可以把抖音做好了吗 现在传统的M4N公司 10家至少倒8家 因为有钱了你就会去开公司 开公司呢你就要组建团队 去找人减轻你的创作压力 但这个东西啊一旦按照公司化运作 那一定会产生分工 一个100分的脚本 从编剧传到摄影师的手里 最后他完全理解的呢只有90分 然后再传到演员那里 至少还要减5分 最后呢剪辑师拿过来 再加上他自我理解呢最后只剩下70分 好的内容啊他差两分都不行 更不要说差30分了 而且很多有钱人太爱在乎自己的面子 总觉得自己是高位打低位 自己必须端着架子 教你点什么他才开心 但是越这样啊越做不好抖音 观众不是傻子 你离观众有多远 观众就有多讨厌你 反而有很多普通人 他们的抖音做的就很好 因为他们各项分数啊只有80分 但是会因为他们自己会亲力亲为 并且没有那种有钱人的那种傲慢 和观众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很受观众的喜欢 我说的这是不是真的呀 相信各位评论区自媒体的老板 懂得都懂 还在这种家孔子 那种家孔子 我看不到你 我看不到你